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边再说 你要因利的意思就是咱们是按照这个月份 按照这个月亮的变化 赢亏来计算时间的 真正的因利是这个回礼 就是穆斯林的礼法 所以他那的他那个什么 宰生节 就是郭尔邦节 或者是那个开斋节 他不断的变的 现在是跑到都跑到夏天去了 过去他是冬天 他是纯按月亮 他是按月亮 他每12个月呢 他都少那么六七天 比这个比真正应该的一年少六七天 时间长了 他可不就就就从这错到那去了 可中国的因利呢 我们光说的是因利是 是不公平的 因为它是有阳利的成分 就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和地球的相对位置 而不管月亮圆缺来定的 所以我原来就老觉得这个农历 本来是跟这个阳历是错开的嘛 是的 但唯有清明节这一天 老是在4月5号 你冬日也是一样 但今年啊 今年差一天 今年是四号 但是平常一般都是4月5号 他就是他所谓差一点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很可能这个到了那一点的那个时间吧 是这个4月4号的23点28分 就已经马上就要到零点了 你一过那零点 他就还是4月5号 但是因为他这还有分的点呢 所以他会有上下最多一天的这个变化 这一天的差别呢 实际上是几分钟的差别 或者十分钟的差别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这个 因为我并没有 我也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 清明这个词啊 它这是农历的词 它是实际上就是和农作物都有关系 清明完了以后就是古语啊 对 是不是啊 对 叫做春雨 京春 清古天 所以它是 而且这个词特别好 叫清明 但是我们现在的理解 清明就是一个扫墓的季节 但是扫墓也 这也很有中国人的情谊 它不仅仅对活人有情谊 而且对祖先 对侍者 这个充满情谊 但是你看这个古诗 比如说这个最有名的 说清明世界 与孙分 路上行人与断魂 那底下它是喝酒去 对对对 不是扫墓去 喝小酒啊 是是是 所以本来这也是一个 它可能原来有别的 算补之外的含义 对了对了 它本身的含义 本来它是一个立法上的一个 对对对 是一个 你要说这个季节 当然很可爱 因为你这个立了春了 还相当冷 对 是不是啊 到了这个春分了 昼夜都平分了 你北方也还相当冷 可是到了清明这时候 您基本上缓过这劲来了 是是是 所以它也是 是一个 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节气 现在还有一项活动呢 就是清明植树 这是新风俗吗 不 这个植树呢 我告诉您 旧社会 因为我在旧社会生活过 清明那天叫植树节 不叫清明节 国民政府 我以为是新中国 您以为我们都是 既有这种革命性 又有继承性 国民政府的时候就有植树节 认识到应该种树啊 这个说明在辛亥革命的时候 辛亥革命以前咱们不说 我不了解 已经有人认识到了 起码孙中山已经认识到了 当然后来呢 就是做的并不好 后来具体身体力行提倡的呢 是邓小平 植树节 植树 它不叫节 没说 就是到就是清明前后 我都清明前后植树 最近不说是中央领导也 又都去植树了吗 所以这个植树这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种树好啊 但是现在这个扫墓 很多人面临的是无墓可扫啊 有的人还是有 你们家还有吗 我还恰好提前去给我父亲扫了一下墓啊 但是不是祖坟 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就是葬在八宝山的一个 就是他是叫所谓 我到那才知道这叫上墙 就是说你是这个墓根本不是在地上 也不是在一个单尖里边 而是在墙上 骨灰盒在这个墙 一块碑在这个有碑纹 然后后边是一个骨灰盒 那么上墙以后呢 这扫墓怎么扫呢 我就发现这里边中国人这与时俱进 而且他他有应对的办法 就是你不是要献花吗 然后这个这个墙你怎么你怎么献呢 最后就我后来我发现到那吧 所有的人绝大多数的人的这块墙上 这块碑面上都有一个或者更多的这种钩挂钩 我看了一下我才发现这都是挂花环的这个钩 它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这个商店里边就可以买 比如说你在墙上要挂个挂个镜框 或者你要甚至就是洗衣服的那种 你挂个衣服钩 它就是那种那种一般的钩塑料钩 或者金属钩 它可以一贴就贴在上面 然后你可以把一个小花篮挂在上头 然后我提前一看还真是很多人还没到清明的 已经挂满了 你从侧处一看就一片都是花 在墙上的花 然后后来我到那 因为人很少啊 提前去的嘛 还有旁边有一位夫妇还说 哎你们带了那个能能扫吗 能擦一擦吗 我还当时我想怎么扫啊 哎他马上从那个这女士从手袋里掏出一包就是纸 你知道吗 就是像那种一般的纸巾一样 纸巾 他说哎我这带了 那他意思 你就拿出这个就把那镜面就把那墙上那杯擦一擦 灰尘擦一擦 你用的都是你想都是塑料挂钩啊 这种纸巾 可是他在这种方式上 他也在继续着这个传统的扫墓 你要扫一扫墓 你要献一献一朵花 你说有意思吧 实际上这个墓呢 我一进去也觉得有点触目惊心 就叫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个人都已经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多少人在八宝山 你要想那一片都是花 就说已经都命都丧了命了 他还在葬在一个叫做革命的 革命的地方 对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遗产了 是吧 但是人们在这么一块地方 延续用这么一种方式延续着这个传统 扫墓的传统 我心里边也觉得感觉滋味挺复杂的 说实话 这个 这个 我先说这个啊 革命公墓 过去分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 这革命公墓啊 好像是要到一定的级别 才能 党的干部 才能进的 不是干部的 干部多了 大概是什么 起码是政局 政局以上吧 中高级的才能 才能进的 甚至还发生过这么一个事 就是这个 有一个干部啊 自杀了 某地 有一个干部自杀了 自杀了以后呢 那个时候 五十年代 我说 对这个自杀的人呢 我们是很不满意的 自决于人民 自决于人民 但是他呢 他那个级别吧 本来就差一点吧 就可以进这个革命公墓 但是后来呢 就是因为他是自杀的 上级坚持就是 不让他进这个革命公墓 也不能给他往上 那进人民公墓 不是更不对了吗 他都自决于人民了 你还给他葬了 人民都对了 因为我们在一块的 一个人呢 他说了一句啊 不太严肃的话 本来人家自杀了 当然也很可惜了 他说的一句什么话呢 他说现在他才明白 可以原木求集 木就是坟木的木 本来是原木求鱼嘛 原木求鱼 现在确实有这样的 原木求集 就是这个人去世了 跟上边说 说给他提一级吧 比如原来副局长 然后批准他是局长 就可以进这个一个 更高一级的 更叫什么呀 更体面的 更光彩的吧 这样一个 这是我听过的最悲惨的 黑色幽默之一了 原木求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时间 你需要浓缩的口味 迅速行神 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 要用精脆 厚重 深度的原料 快速炮制 新闻家评论的 深层渐渐 第一时间强化 资讯介绍力 资讯快递 星期一是午下午 奋五皇卫视中安台 沉浸于山水之间 享受三千年 玉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度假区 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会冤酒精华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出色让我欲罢不能 我是陈坤 选择东风标志308 选择出色 王老师你看 我正好有一问题 请您这么大年纪 不能说您这么大年纪 我不是说别的 您看 您又是这个党的干部 又是这个作家 文人 我一直有一个感觉 比如说我觉得 我是不是个虚无主义者 比方说 就说人死后的事情 老实讲 就我个人 我觉得完全不在乎 有什么所谓 对吧 你死后叫我什么 给我什么待遇 甚至说在乎不在乎 轻始流明 或者说组织上 跟我什么评价 你为了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来说 我都不知道了 对吧 但是您比如说 您就比较理解 为什么许多人 你看你说为人讲 他就 他在乎 那个 就是为了活着的人 你不知道啊 就是 这很简单 比如这个原木求吉吧 这话虽然不太好听了 黑色幽默了 是家属求啊 他本人已经进了坟墓了 他还求什么吉啊 都是家属求啊 我都接待过这样的人呢 就是说 他的先生去世了 但是呢 一个是求吉 一个求支撑 说比如他先生 原来评教授 我没评上 去世了 他家属就非常悲愤 就来找我 说你得给帮忙 最后就是 他去世以后 评成教授了 所以这个 他都是家属的要求 所以这个事情啊 您说虚无啊 人呢 比如说 你甭说是已经去世了 他就谈不上虚无了 就是他一 一到了他那个 比较晚年了 或者得了不治之症了 他产生一个 嗨 就是探一声气 产生点虚无的心 这个没有什么新鲜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他只要活一天 他就不可能绝对的虚无啊 是不是 你还 你一小时后 一小时以后去世 但是你这个这一小时 你该打针还得打着 你希望你家里的旁边有人看着你 老爹 老爹 别伤心 你希望听到这么一两个声音 他不可能说是 我既然快去世了 你们全走吧 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提前把我掐死算了 能可能吗 对 该吃这顿饭还得吃 他是 随时随刻的 只要没死 就是活人 他就有活人的待遇 有活人的欲望 有活人的悲哀 也有黄人的计较 原来我以为这个医疗费 听说是 就是说 后来我发现不是中国 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医疗用费 的大头 我忘了是80% 还是很高的一个百分比 都用在人死之前的最后几十天 或者几天上上 我们以前还觉得 这可能就是 比如说中国 有这个级别的 最后这个 这是一种浪费 或者不公平 但是后来我发现是国际的 而且你刚才说的 这个死后的这个所谓哀容 这个活着人在意这个 也是全世界的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就今年这个奥斯卡 我看到一篇文章 就说 因为他每年在 都在这个放片的时候 都有一段 是专门给那些 这一年死去的电影明星 或者是电影从业人吧 这么一个名单 要上这个名单 其实这一段很短 可能只有几分钟 这个人的名字 也许就会出现在荧幕上 出现那么一秒钟 两秒钟 根据你的知名度 后来这个人 主办这个奥斯卡 这个节目人 就说今年这个打来的电话 简直就是打破头 不知道多少人 在争取进这个名单 这个人都死了 当然都是他的家属 或者他的 比如说一起演戏的老朋友 甚至里面有一些 比如他不是演员 也不是导演 他就是比如说是一个电影经纪人 或者一个广告公司的某个人 但是他觉得他的待遇很重要 对我们这些活着的同行都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电影工业里的地位 就在看他出现没出现 都是这些人在意 你知道 结果你说是其实这些人都已经死了吗 当然从以虚无的角度讲 中国文人自古也有这个传统 就是说青史留名 那甚至说我原来一千年以后 这跟他家属不一定有关系 就好比说 就好比说您 比如说你会不会关心 您百年之后 比如说中国当代文学史 会怎么写我 会 反正目前暂时我没想过 没想过 但是您说这个计较又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 那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太实的想这件事 就是说我一死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人其实都是知道我们必然要死 都有一种想要超越这个 你肉体是不可能超越 都知道你肯定要死 但是我能不能在任何其他的形式 比如说有人信灵魂出窍 他以另外一种方式作为一个 人都是一个信息体吗 我这一部分肉体 但是我的灵魂还存在 这我明白 就是说 你的或者以你的子女 是你的基因的延伸 我是这个 您一上来 先说您有这虚无 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 可是我的体会是这样 凡是一个人说 感到自己有虚无感 或者有虚无主义 就说明这人不虚无 您真正虚无了 没有虚无感 本来就 本来就无嘛 有什么虚无 也是 你说是不是 正因为你 起码你觉得 你对生活中某些事 是有兴趣的 也可能是 对情有兴趣 也可能对财有兴趣 对名有兴趣 而这些有兴趣的东西 你觉得渐渐的离你远了 你才会有虚无感 你要根本对这些东西 就丝毫兴趣都没有 您虚无 有什么可虚无的 压根就无嘛 你还虚什么 那就弹球速死了 对 是不是有这么点 有有有有 还有 我是觉得那就是说 你抓得着的东西 你去在乎它 对 这是我可以理解 对的 但是那种 你抓不着的东西 他不是 中国其实讲 中国那是哪个人呢 讲究论万事 说大丈夫 我考虑的是一万代 对 那这个忽悠大夫 这大夫 忽悠大夫呢 我不考虑一时一地 我考虑的是一万代以后 对我怎么评价 这我就很难理解 我也很难理解 就是你不知道啊 反过来说 就是你其实这种虚无是一个 最实在的 最在意当下的人 对 最有的感觉 因为你太在意当下了 你觉得那些都是都是假的 那些都是虚 这是实相 我觉得我能知觉到的 对对 是有价值的 但你不知觉到的 你在乎它干什么 而且我觉得你要从科学家 你有时候看 我前些时候看一本 科学 就是这种科普型的 这种科学史吧 你要从科学家的角度讲 这你就一万事算什么呀 在整个这个宇宙史上 这都是根本毫无意义的 对 等于零 是 你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就是现在这一点点 建宁刚才说的 那个也很重要 正因为你的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你希望你的生命的 这个有限的生命啊 这个就是它的内涵上 或者外延上 稍微延长一点 你比如我为什么 这个做着什么团的工作 共青团的工作 突然宁可自个儿不干了 也得好好写小说的 我就是想给自个儿的生命 留一点痕迹 为这个我还被人责备 说你要留痕迹 这是个人主义 但是我就是活着一辈子 我连点痕迹都没有 是不是就更虚无了呢 那你就是希望在人类的 共同记忆中留一点痕迹 我就留点痕迹 那如果说我这留点痕迹 你觉得你能相信 或能理解 我的留痕迹说 对你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话呢 那么我当然希望留好的痕迹啊 不是为了留了痕迹 让大伙子都唾骂吧 是不是 那就是说500年之后 的人到了图书馆 那时候没图书馆了 可能就是在这个Kindle Kindle可能都没有了 上面一看查王猛 他曾经写过这样一些热 有热度的文字 您是希望有这么一个想象 那您觉得没有痕迹 是比较可悲的 可悲的呀 你跟灵一样了 但是我就说我还不是灵 即使我生命没有了 我仍然不是灵 那咱你比如说 这就好比说这个 无名英雄纪念碑 那多少无名的士兵 中外都有了 所以人求名 也是一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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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至少还有一个 无名英雄纪念碑 就谁都可以放在那 你希望读一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悠然品黄山 一山一世界 鲜活的黄山 北京银行真诚 这叫艳过留生 人过留名 这是很俗的说法 但说明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那这是不是就是中国人的一种 这种世俗文化的不彻底 你想我想起这个泰戈尔 不是有一本叫《非鸟集》是吧 它里边有一首诗 好像就只有两行 就是说天空没有痕迹 但我已飞过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知道 就是这个鸟 它是飞过 它以为它留下了一个痕迹 实际没有 可实际上天空 这个非常美 泰戈尔说的非常美 我还喜欢他一个 他就说 怎么不断的 拿了一个杯 对了 把生命的酒杯不断的倒满 不断的倒走 再倒上 再倒走 这也看得相当豁达了 对 是 但是他自己的生命 生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繁忙 不断高产 他是一个不停的在写作 不团的在游走 起码他感到一种快乐 是 我现在说一个别的话题 就刚才您说这个上墙的问题 我怎么我有一个印象啊 这个上墙也是跟欧洲学的呀 欧洲是有时候把这个 把这个 你比如说 那个 莫斯科的红场上 那红场的背面 就是墙啊 那都是最大的VIP啊 才能往那个墙里的放啊 叫红场 加里宁也在里头 那您说的还是苏 就是是一个革命 现在还叫红场啊 莫斯科还叫红场啊 现在俄罗斯的那些人都在 那骨灰盒都在 包括约瑟夫 维萨里昂 挪威奇 斯大林呢 都在 这上墙是待遇 上墙是待遇啊 而且只有最高级的人物 才能上那个 上那个 红场上 那个墙 咱们能立一辈的 简阅台 就是简阅台啊 它前面是简阅的地方 简阅阅兵的地方 它后面 是一格一格的呀 那它是不是 咱们这边 是不是就从苏联那边 我不知道 学来的 我不知道 苏联是 但是欧洲 就是西欧有这个吗 西欧 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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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过它的坟墓 那个西欧的坟墓呢 还挺清和 对 反正我一听上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录 人都死了 还上墙 首先你这就 上墙那种高低之分 就有一种爬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进入 词 进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